糖尿病其實是國民十大死因的第五位 但其實它是背景性死因 就是說我們死因有分 就是主要死因跟刺發性死因 那糖尿病通常都是刺發性死因 那主要造成糖尿病患者死亡的原因 主要就是心血管疾病 以及感染的問題 平均有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 會有合併心血管疾病 也會因為有心肌梗災 腦中風的相關問題 然後之後造成人為性命的傷亡 所以其實糖尿病患者 最重要的是要擔心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那當然心血管疾病風險 最主要的控制的來源 就是要控制好它 不只是控制好血糖 最重要的是要控制好它的膽固醇的數字 一般我們正常膽固醇 總膽固醇是200 然後壞的膽固醇是130 糖尿病患者現在已經建議 要控制在160 以及控制在100 壞的膽固醇以下 再來是糖尿病患者很重要的是 還要避免就是熬夜 避免喝酒 避免抽煙 這都是吸血管疾病的最主要的風險 龍大哥他的病史有長達11年12年 他其實這段時間都只靠吃藥沒有回診 那是不是也是一個 就是可能讓病史更嚴重 我們一般糖尿病患者很重要的是 需要每三個月回診 醫院追蹤或診所追蹤的理由 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平均血糖值是多少 所以必須依靠所謂的糖化血色素 或者是糖化白蛋白來監測 他是代表三個月的一個平均值 那很多人會在家裡面 會用血糖機自己監測 可是血糖機他監測只是代表你當次 當下的血糖的數字 他沒有辦法告訴我們這個 血糖的數字的起伏 那糖化血色素基本上正常來講 全世界的標準建議在7以下 7%以下 然後台灣的糖尿病學會的標準 建議在6.5以下 主要會這樣子定義是因為 根據國外的研究發現 在7以下或6.5以下 能夠造成心血管的風險是最低的 所以基本上是建議控制的標準 是要在這剛剛講的7或6.5以下 對 像榮大有高達13% 這樣是不是 13喔 對是一個很大的 基本上13早就會出現 所謂的多吃多喝多尿的症狀 一般13的平均值 我們正常人的血糖是6%以下 糖化血色素 就是平均血糖是120以下 那13的話 基本上就是等於是 將近平均血糖是300 那300的話 在我們身體上面 早就會出現幾個症狀了 就是他可能會出現多吃多喝多尿 然後造成體重明顯的下降脫水 那所以血糖 假設是糖化血色素控制在死以上的患者 就很容易造成 剛剛講的就是脫水的情形 再來是他假如膽固醇又高 他又沒有控制好他的血就冷 就像我們每次汽車要換機油的時候 那個機油要流出來的時候都很濃 所以他血管就很容易堵塞 所以像糖化血色素控制很不好的患者 不但是脫水 然後他又沒有控制膽固醇 那造成更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這樣子 對 尤其在夏天的時候 又會更容易流汗的話 造成全身性的脫水 這個風險就更高了 對 所以像他的作息是不太正常 然後也不太忌口 這些也都會提高他的風險 沒錯 這個其實都是必須要一個正常的作息 然後還要戒菸 然後再來就是要配合醫師來穩定的用藥這樣子 這年齡其實也到了60歲以上 對 糖尿病患者是要特別是嗎 其實現在我們的糖尿病患者 已經年齡有下修 以往都是60歲以上的患者 現在其實四五十歲心肌梗塞的患者 然後這個非常多 就是目前來講很多都是40歲左右心肌梗塞 本身又有合併糖尿病控制不佳的患者 所以其實控制好 其實除了本身要做到戒菸飲食控制 然後不要吃油炸的之外 再來就是這個藥物跟醫生要好好的服從這樣子 長期這個血糖膏 會導致我們心臟裡面 跟糖邊的心血管疾病 他的血管管壁 他容易會產生所謂的纖維化以及鈣化 然後進而會導致這個血管管壁 會容易很容易脆弱 再來是常常糖尿病患者 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患者 都有合併高血壓以及膽固醇過高 所以就更容易造成這個脆弱的管壁上面 更容易產生所謂的血栓的堆積 那血栓堆積久了 通常平均堆積5到10年 就會產生血栓的破裂 破裂就會產生所謂的這個 血栓跑到其他的器官 像跑到腦血管叫做腦中風 跑到心臟的大血管塞住 就變成心肌梗塞 所以其實糖尿病患者要是有在追蹤的話 一定是要定期追蹤抽血 看他的這個膽固醇的指數 然後看血管硬化指數 那當然血糖本身是要控制好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危險風險的評估 這樣子